她是内地歌坛不可多得的一位实力兼具偶像的超人气歌手 拥有极具辨识度和穿透力的高抗辽量反应 占据乐坛夜席之地 至今已发行12张唱片 获33次最受欢迎男歌手和14次最佳男歌手奖 以最安静却是最迅猛的姿态席选各大颁奖礼的新人奖项 她就是舞台上最闪亮的歌者张杰 听说你们找到了很多模仿我的选手 别忘了我也会模仿哦 你们的模仿怎么样 我们拭目以待 大家好 我是张杰 很开心真的来到咱们的一口同声 跟大家来说一下 张杰马上要在《鸟巢开歌唱》了 虽然我们这个现场只能容纳五百个观众 但是他们说你出来的时候要给你像在鸟巢预言般的热情的掌声和欢呼 感受到了 感受到了 最近张杰你看好像家里人不太管你特别谢娜你看不帮你打理衣服了最近的衣服都破了 因为太火了 太火了 衣服都着了是不是 刘维你怎么那么会说话 刘维也是好朋友 刘维也是好朋友 在十四年前跟杰哥在一块的时候杰哥就对我特别的照顾 我记得杰哥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将来我要是红了我一定让你红 今天就是你红的时候 我们知道刘维跟张杰都是在一个选秀节目虽然是不同界里面但是他们都是当界的冠军 这个好像大家才刚刚知道的样子 上一期《未寻》唱歌的时候马上说你不也是冠军吗 你怎么唱得这么 但是我说实话做综艺做久了真的有的时候在台上不敢 不敢唱了 今天我们或许会有跟张杰一起合唱的机会 或许 或许 就要看你猜的对不对 一定会猜对 不会测的 好 在这里我再次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Peter老师 他也是精挑细选的非常厉害的磨唱歌手 跟我们来说一下 他的身线跟张杰有多像 其实张杰的身线不是很好模仿 但是这些选手呢 我也不敢说他有九成像 但八成九吧 好不好 真的吗 我来之前我真的不相信这回事情 就是说能够有人跟我的声音一模一样 真的可以这么像吗 你试试看 其实有一些细节他们都做得很像 现场我们一百位猜评团成员 他们会有巨大的难题 最妙的是电视机前的娜娜如果在收看的话 她猜也猜错的话 她是绝对不会猜错的 张杰呢从出道以来一直以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 在大家心目当中呢散播着一种独特的魅力和光芒 在很多粉丝的心目当中 张杰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星 而其他的粉丝就是围绕在他身边的小星星 一起呢传播正能量传递爱 就像我们的柏莱雅美白星光屏一样 打造闪耀 传递美丽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见真章了 马上进我们的第一环节 唱到心里 白到基底 一口同声 用心聆听 马上进入寻找原唱 首先我请张杰给我们来公布第一轮进演的曲目 既然是第一轮的话 应该要选一个很难的一个歌吧 这首歌当时超过了一百亿的点击 因为当时我去到那个ALEM的颁奖里的那个主持人Peple 看到那个提字器上面写的 10 Billion Views Oh My 谢谢我的朋友 杰森杰是第一个中国男生歌手 在他四个国家的网站上的网站上的网站上 这个新年代的网站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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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Billion Views Me Mare 他在纪念上的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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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他在纪念上的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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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在什麼地方唱過這首歌 就是給你印象比較深刻的 那太多了 這首歌我是在天上唱過 在地下趴著唱過 在水裡飄在空中唱過 海陸空泉有了 對 我就各種能想到的方式 都唱過 但我相信很多歌迷 跟我們的感受是一樣的 他唱這首歌 最特別和最有意義的一個地方 到底在哪裡呢 請看 我們要玩那個唱歌接龍 我唱了嗎 三個半來都要唱歌接龍 唱的人呢 一面唱要一面坐 我要再換下一個 一面唱一面坐 這就是愛 那海拔很高耶 香格麟啦 這就是愛 這就是愛 你說會不會有高原反應 這個真的是高難度的一個體驗 當時唱完有缺氧的感覺 有 起來就缺氧 所以我起來就是跪著的 沒有 這就是他們的目的 要讓跪著 我個人非常喜歡這首歌的意涵 不要放棄 我們要勇敢面對 不管是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愛情 或是我們的夢想 就好像我們開始用 柏萊雅 美白 星光屏 我們開始會變白 變美 明天過後 我們就會變漂亮 接下來我們掌聲有請張傑 到我們的靜眼門內就位 我們要讓我們來拍照 我們要拍照 本輪的張傑將會和我們的 魔唱歌手分別進入到 我們的靜眼門內 輪流演唱門上的燈燈會 按照演唱的順序 依次亮起 在本輪歌曲演唱前 張傑和三名魔唱選手 在靜眼門後 分別抽取柏萊雅 美白 星光屏 來決定演唱順序 並進入相應靜眼門內演唱 演唱結束以後 請我們裁品團成員 進行投票 投給你認為是張傑本人聲音 相應的號碼 最終得票低的那一位 將會無緣下一輪的演唱 第一輪歌曲靜眼 開始 第一輪歌曲靜眼 開始 作詞曲靜眼 可能會一條近的大海 可能有些往事回不來 可能歲月會偷走等待 愛了很久也許會分開 我們一同喜歡著現在 我們曾經被別人取代 我们都有类似的遗憾 所以一起漂流在人海 回不去的阴霾 让我为你掩埋 哭了一晚的你的样子 从此都冲在我的脑海 月亮下的对白 单纯的像小孩 你有好几次问我那是什么 这就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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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以为得了时间的青睐 以为旅途没有了意外 以为每天都会说晚安 但是有你就没有不安 因为想念比谁都厉害 因为寂寞会趁虚而来 因为爱的晴天和一天 都在心里同时的存在 回不去的阴霾 让我为你掩埋 哭了一晚的你的样子 从最都撞在我的脑海 月亮下的对白 单纯的像小孩 你有好几次问我那是什么 这就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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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这就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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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n天和一dd 现在的对白 再来 这就是爱 的爱 是爱 这就是爱 要开始 用你自己的真心 去感受张杰的声音 张杰本人到底在几号 敬眼门的背后呢 做出你的选择 5 4 3 2 1 投票结束 好 题目 我选了三号 因为就是在三号一开口的时候呢 他是淡淡地慢慢唱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磨唱的话 他肯定是想展示自己的声音 要去模仿 肯定会一下释放出来 对 我觉得应该是三号吧 对 刘维姐是那好战友 一直在补充 你说的全对 我们都懂音乐 因为我觉得张杰哥 故意把声音唱得很小 其实杰哥他都是 一上来都是走情绪路线的 情感 就是他的那种情感流入 是比声音更重的 所以我觉得三号一上来 我就 我的天 就是一下触碰到我了 好 卫荀 三号我们在演唱的时候 我感觉到了一种星光熠熠的感觉 我觉得只有本尊 才能演绎出这样的光芒 好 我理解你的意思 就像柏赖亚美白 星光屏一样闪闪发光的效果 对不对 是的 是的 宇哥 你的选择 我觉得张杰不管在一号二号三号四号 我觉得他刚才唱这首歌曲 有刻意隐瞒 如果真的要选 我也是选三号 但是我个人比较偏向于他不在这里面 好 所以你投的是弃权票 对 弃权票 我也弃权了 杰哥有没有可能不在里面 投票都已经结束了 你做出自己的选择 你也可以选择他不在 你给我消了 你本来投几号 我本来投的是三号 如果四个人里面有张杰哥的话 三号我觉得肯定是张杰哥 你肯定是吗 其实 我本来就是要么在三号 要么就不在 你这个真会做人 有的嘉宾认为 张杰一定在四扇门当中的其中一扇 也有嘉宾认为 他没有在里面 结果到底如何 张杰在不在呢 导演 这是门吗 这里是门吗 他迫不及待要出来了 等等 控制一下 先把门锁死 等一下 停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玄机 因为门是非常容易看出来的 但是他还问说这里是门吗 显然他那个地方不是门 所以我认为张杰不在里面 因为他第一次站到我们的门内 张宇 你去到一个门前 你会说这里是门吗 会啊 马上来揭晓 张杰到底在几号门内 或者说他到底在不在 请同时出票 这么高的票 六十五票啊 所以要离开舞台的是我们的四号 我们看四号背后到底是谁呢 四号门 请开门 我们的磨唱歌手 我手中有一台Vivo X21屏幕指纹手机 有请三号门背后的这位歌手 用自己的指纹进行解锁 如果解锁成功的话 那就是我们的原唱张杰本人 有请 接锁成功 没错 就是三号门 来 有请二位 有六十五位朋友 认为三号门就是张杰本人了 来 猜对的朋友鼓鼓掌给自己打 你看没鼓掌的那位就比较尴尬了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朋友 你好 大家好 我叫李明浩 来自江苏延城 今年二十四 然后是从零四年开始喜欢杰哥的 所以已经是一个十四年的新星了 好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李明浩 谢谢李明浩 谢谢李明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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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